下一段 万章曰 事之不托诸侯何也 万章说 说这个礼里面 说事不能托于诸侯 这什么意思 读书的人叫做事 那么基础公务人员也叫做事 这边讲的是读书而未做官的那些人 他不能祭食于诸侯 这什么意思呢 不能每月固定领诸侯给他多少奉路 这个诸侯欣赏这个事 我每月固定给你奉路 你不必做事 事不能这样托于诸侯 何也 为什么呢 孟子曰不敢也 不敢 不能这样做 诸侯失国 而后托于诸侯离也 只有什么样方式可以托于诸侯 就是小国的诸侯如果被大国给灭国了 或者是这个国君内乱了被赶出去了 他失国了 出奔到他国 出奔到他国之后 因为他本来是有绝土的 他本来是一个诸侯 于现在来说叫做政治庇护 就是去找同样阶级的诸侯 祭食于他 每月领固定奉路不必做事 只有这种状况是合理的 事之托于诸侯非离也 至于读书人 他托于诸侯每月领奉路不做事 非离也 这是一时的救济是可以的 但是领藏奉这是不合理的 万章曰 君窥之术则受之乎 万章就说 那国君如果送米粮给你 那你可以接受吗 曰受之 孟子说可以接受 受之何意也 那你刚刚说不能接受 现在又说能接受 那什么义理可以接受 曰君之于盲也 故周知 然后孟子说 本来国君就是为了百姓而存在的呀 国君对于他国内有极难的百姓 那个盲啊 就是流亡的 有极难的这种盲 国君对于有极难的百姓 故周知也应该要救济他 周就是救济 这是合理的呀 本来国君就是为了做这个事不是吗 曰 周知则受 世知则不受何也 那么国君 急难救助也是一样给东西 那么每月给长路 给他也是给啊 对不对 那个世知就是给予奉路 有长述的啦 以这个成礼来接待他嘛 君臣之礼来接待他 但是不做事啦 两个都不做事嘛 如果是百姓有难 国君接济他 他也可以接受 也没有做事嘛 那么如果托石于诸侯行不行 他说不行 那这有什么差别 曰不敢也 他说事给他 给予奉路有长述 他是不敢的 因为没做事嘛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那为什么不敢呢 孟子说啊 报官及拓子 皆有长子 以实于上 报官及拓 刚刚前面讲啦 守城门的 守经的 子一般的小官就对了啦 做简单的事情的 都是呢 日日有他自己应有的职守啊 他付出了他的职守啊 守好他的职位啊 然后领了奉路啊 无长职而 事于上者 以为不公也 如果我今天没有长职 我没有固定的职务工作 而每个月 跟国君领同样的奉路 以为不公也 就是不公 对谁不公 对于国家制定这个奉路的制度的不公 国家的奉路 国路只有给有职守的人啊 没有养废人的啦 也没有可以从中取巧的啦 因为国家的钱是所有的百姓的嘛 对他要非常严谨的啦 那么这一段呢 是在说 你的奋位要非常的明 这个君臣之间呢 他的常礼 有长职才有长路 他如果没有长职 他不能领长路 所以这个长职跟长路啊 是一种权力跟义务的一种关系啊 那所以 有一个长职在的时候呢 你受他的路 你不必感恩啊 因为我是以我的努力工作 然后去换来的嘛 那无长职 没有奉路也是当然的 那无长职 而有固定的奉路 那这个呢 走到哪里说 都是不公平的 对不对 因为不挑起这个不公平 所以事 不可以脱实于诸侯 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啦 不能够因为说 诸侯看中你 尊敬你 然后呢 就这样养着你 这个呢 很多头气取巧的人 可能很喜欢 被供养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孟子用这篇意义来告诉我们说 这事是不可以干的啦 曰 那送他东西可以接受 好 那么那干脆每一天送啊 每一天都救激他呀 那可不可以接受啊 那个万章在钻漏洞 如果孟子说可以的话 那也就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他可以每一个月 接受他固定的捐献了啦 曰 屡次派人来问候子思啊 需不需要什么啊 平不平安啊 快不快乐 气溃顶肉 然后呢 不断的那个气就是屡次 一直送这个顶肉过来 顶肉就是放在这个 锅子里面的肉啊 熟了的肉 子思不悦 子思呢 很不高兴哦 屡次都送来哦 他很不高兴 于竹也 飙食者出租大门之外 于竹也 竹就是最后啦 最后呢 飙食者出租大门之外 那个最后 这个鲁木公啊 一直派来一直派来嘛 然后子思很生气了 大手一挥 把那个食者呢 赶出门外 北面击手再败而不受 他往北面呢 扣手 败两次 然后呢 他说这东西你拿回去 我不接受 曰 今而后之君之 是拳马续吉啊 说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鲁木公把我当成拳马在养我啊 吉就是子思的名啦 我现在才知道 国君原来把我当拳马在养我 盖自是台无愧也 那个台就是小官 从那一次被标出门外之后啊 那个小官就没有再敢 说国君送什么过来了 他就没有再敢这样子做了 哥这什么意思呀 这原因呢就是 国君派人来慰问 子思呢 因为是面对国君嘛 对不对 以国君之名来慰问的时候 子思就当作是臣 你知道吗 他就必须拿出臣礼 然后呢往北一拜再拜 然后呢感谢国君 对不对 待会呢还没做定哦 然后呢小官又送了顶路过来 顶路过来 他说什么 他说国君派我送这个来 然后他又面对了北边 对不对 然后又扣手 然后再对着带来的东西 再一拜再拜 又还没做定第三个呢又来了 说奉国君之命送什么来给你 然后他讲国君之命 那臣能够如何 那只好再向着带 有没有 再扣两手 然后呢 再对着拿来的东西呢 再一拜 再再拜 各位那是不是 如果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等同于 你要吃东西都得先拜 是不是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子思就很生气啦 把他挥出去说 我没有想到你们用拳马来养我 用这个态度来养我 越玄不能举 又不能养也 可谓越贤乎 你喜欢贤人的人 又不能把他举在高位 让他行使职权 我说我国家交给你算了 又不能养 你要养他呢 你又不以私利尊重他 你还动不动就说呢 国君送什么来 你是国君 你抬出国君 我只能说我是臣 对吧 你要说的是什么 说弟子送什么来 这样懂意思吗 那这样算是养贤之道吗 曰 敢问国君欲养君子 如何是可谓养矣 那这样万章就有问题啦 说好啊 那你这样说 那国君要养君子的话 怎么样呢 才可以算是养君子之道呢 曰 以君命将之 再拜击手而受 孟子说 第一次国君送东西来的时候 以君命将之 用国君的名号 馈赠东西来 接受的人呢 子私接受 他就要再拜击手而受 对不对 要向北边一拜啊 然后呢 对着送来的馈赠东西 一拜啊 而后收下来 其后领人巨树 逃人巨肉 不以君命将之 各位你想过这个吗 在后来 仓库的人送那些米粮来啦 厨房的人送煮好的任何饭 任何菜任何肉来都好啊 不能够再用说 国君派我送什么来 不能够再这样 为什么 因为懂礼述的人 听到国君两个字要怎样 要立正 北面击手 再拜而受 对吧 那你知道一天要送多少东西来吗 国君如果真正很看重指示的话 一天要送多少东西吗 哇 那就是整天都在那边拜就好了 对吧 好 接下来的呢 就是淘人自己送来放着就好 这个领人自己送来放着就好 就是变成很家常的味道了啦 不能再说国君了啦 指示以为顶肉 十几仆仆耳气败也 非养君子之道也 指示为什么把它标出门外呀 因为指示认为 我为了小小一块肉 自己要仆仆气败 仆仆就是很烦恼的样子 很辛劳的样子 一直拜才能吃 各位 我们今天是平民百姓 我们也没有德性也没有才干 我们去自助餐吃个东西 我们也不用一直拜 我给钱就是最大 对不对 我呢 只是是一个国老 可以治国平天下的人 吃个东西还得一直拜 各位你这算是养老吗 不是 这不是尊敬长者的办法 这不是养君子的道 这一段的道理呢 可以说非常的细腻 这个细腻的道理 圣人不讲 我们还真是不懂 为什么 为什么鲁木公 拿东西给指示 每次都要说奉君之命呢 鲁木公可能没这样想 但是他因为不懂理 他没有想到指示的立场 各位你要养一个长者 你要想他的立场 你要站他的立场想事情 他没讲 但是没有讲的时候 小官送东西的时候 因为确实是鲁木公交代来的 那小官不敢不说鲁木公的名号 你知道吗 他肯定要说 国君叫我送什么来 对吧 那就是鲁木公设想不周 如果假设我们换个立场 鲁木公有意 鲁木公说 你去要跟他说 是我 叫你送去的 第一次我们可以说 鲁木公希望指示重视他 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鲁木公意思不是这样 鲁木公的意思是高高在上的意思 说指示 你虽然很鲜明 你以后来这你要听我的 你知道吗 对吧 意思就不同了 所以如果你要养长者 你要不要设他的立场 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来想 这才是养长者之道 遥知与与顺也 使其子久然是之 恶女绿焉 百官牛羊昌领背 你看遥怎么样侍奉顺 遥比顺年长很多很多 但是因为顺实在是大贤人 大圣人 那遥对于大圣人他怎么样养他 使其子久然是之 让他的九个儿子到田里面去侍奉他 那顺不来 顺不来我怎么办呢 叫儿子去 恶女绿焉 叫两个女儿 儿房女婴 嫁给这个顺 百官牛羊昌领背 然后叫百官牛羊去侍奉顺 去那边问他 这个侍奉他 问他国家怎么治理 因为顺是代理 请顺指导他们 然后不只是这样 因为在那边要吃要喝 把仓库也搬去 米粮通通搬去 以养顺于全母之中 你看他用这种方式 顺不来我体恤你 本来应该要在皇宫里面 百官都要在皇宫里面 没关系 这么大闲人都可以在全母之中 我们就在全母之中 百官全部放下身段 来你们去侍奉他 后举而家诸上位 而后呢 把他推举到代理天子的地位 他等于设政了二十八年 让大圣人有机会行使他的职权 发挥他的才德 去为众生服务 故约王公之尊贤则也 所以这个才是王公尊贤的办法 完全为对方设想 让对方毫无压力 让对方非常尊荣的 而且完全可以发挥 他常财的状况下 才叫做王公养贤的办法 那这个万章问这一段 那孟子呢 也等于是在说他的心声 就说有这么多人 尊重孟子的贤人 可是又不愿意以私礼来侍奉他 甚至连吃个东西都要一直拜 然后呢 国君也不愿意放下身段 然后还要表现出他高高在上 那请问那你去那边 去当官去上班 到底是你可以救天下还是呢 你又被国君给利用了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孔孟又想救天下 又不愿意随意当官呢 那么他的关键就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万章故意问 然后孟子来答 来说出他的心声 这个为什么周游列国 其实孔孟都有好多人请他 为什么他们迟迟的 不肯去当官呢 他的道理呢 就在这个地方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就在这边